愣是从18层高楼扔下了一杯没喝完的奶茶 结果你猜怎么着 直接给楼下的行人来了个天降横货 脑震荡家紧步挫伤 这事可不小啊 说实话 我第一反应是 哎呦喂 这得是多大的心 多大的胆才能干出这么一出 咱们凭时喝奶茶 那都是享受啊 甜蜜蜜的滋味 砸到了这位大姐手里 就成了空中炸弹了呢 我想啊 这位大姐可能是觉得 一杯奶茶嘛 轻飘飘的 扔下去能有多大事 可她却忘了 穆里老师讲过的重力加速度 还有那自由落体的威力 专家都说了 一个30克的鸡蛋 从18楼扔下来都能砸破人头骨 更别说一杯还带点重量的奶茶了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空中杀兽啊 更觉得是 这事给警方破案 也添了不少难度 你想想 那么小个奶茶杯 颜色还接近透明 现场又眉目击着 这不得让警察叔叔们费老大 竟然去调监控 一层层排查吗 但咱警察叔叔就是牛 最后还是把这凶手给揪出来了 真是大快人心 说到这里 我得给咱们老百姓提个醒 高空抛物 这事绝对不能干 不管你是扔纸片 烟头还是啥 都有可能成为伤人利器 咱们得自觉点 别为了一时方便 就把公共安全当儿戏 最后咱们也别光看热闹 得从这事里学点啥 下次看到有人高空抛物 别犹豫 直接举报 让这种不文明 不安全的行为无所遁形 咱们共同守护好 咱们头顶上的这片安全天空 让每个人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不受着非来横货的惊吓